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现时楼市熟平稳状态 会做好土地供应 又说城市经济只是短期措施 长远要靠创科推动经济发展 楼市撤压之后的升势在上个月结束 分析认为高息环境加上发展商货未多 今年楼市或会继续放缓 政府会不会出招救楼市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时说 楼价轻微上落很正常 最重要的是楼市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 换句话说不是一个大幅的上落 土地供应我们持续做 做了地不一定要立刻推出市场 可以用来做土地储备 同时我们也密切留意着 在市场里面留意供应 现在和未来的供求关系是怎样 水费、康体设施和大学学费等 都陆续加价 政府面对过千亿的财赤 加价潮会不会持续呢 陈茂波说避免加重市民的负担 会继续折留 有信心两三年之后 政府财政能够恢复平衡 要振免加重市民的财政能够恢复平衡 我们要大王人流物流 我们要培育我们新的产业 要为我们终长期的发展布局 也都为我们市民和年轻人 提供更加多的好的就业机会的选择 在这方面创科是一个重要的把手 陈茂波说本港稍后会举办多项大型活动 包括金融领袖峰会等等 会带来大批旅客 估计本港经济下半年会好过上半年 但现在无意修订 全年百分之2.5去到3.5的经济增长预测 母鲜电视机在中柴契报道